昨天说到赵岩入山 向两个先人求了仇 他就宽天起地回到家 问管路那两个是什么人 管路说他听 穿红袍那个是南斗 穿白袍那个是北斗 赵岩说 我听说北斗是九粒星的 怎么只一个人的呢 哎 散而为九 合而为一 北斗是注定人死 南斗是注定人生 现在已经为你添了授了 你就不用忧心了 赵岩两父子 真是千多得万多得 从此之后 管路恐怕泄露千机 就不肯轻易和人家尖挂了 许知就将管路的事迹 大致地介绍完就跟曹操话 此人现在在他家乡平原来 大王想知道下吉空 不如召他来问一下都好 曹操好欢喜 立刻派人去请了管路来 这一日 来到了 曹操就将阻辞的事讲他听 管路说 他这些是幻术 不用忧心的 曹操就听过心就安乐了 病也渐渐好 有日 曹操就要他尖挂问天下大事 管路尖的知怪就说 三八中华 是 只说几句都不清楚 曹操就叫他讲详尽一点 管路说 忙忙天数 不要预先知道 一口自然的灵验 既然这样说就算了 曹操就想封管路做太使 等他在朝廷任职 管路说 我条命薄 相又不好 不称这个职的 我不做得的 为什么呢 我额无主骨 眼无手睁 鼻无梁柱 脚无天根 背无三甲 腹无三淫 我只能够治下鬼怪 不能够治生人的 哦 那你给我看个相 我的相 如何 大王 慰极人神 还何必看相呢 不是这么说的 你给我看看 曹操再三再四问他 管路一尾笑口吟吟 不答他 曹操又叫管路 看过了那些文武官员的相 管路说 都是自小之神 就是这么赞了一句 曹操再问一下 跟空和服呢 管路都是含含糊糊糊 不肯尽讲的 当然了 说了说人有静的 什么都被曹操拎了都可以 曹操又叫他 尖一下东吾和西宿这两处 看一下怎么样 管路摆了一挂就说 东吾要写一圆大将 西宿有兵侵犯边界 曹操不信吗 过了蒙内 合肥那边有消息来报告说 东吾镇守陆口的大将老叔 逝世 哇 静波 那曹操就立刻派人去汉中探听动静 过了几日 飞马尼报告说 刘比派了张飞马超大兵去到下面要夺取关矮 曹操可怒了就想亲自率领大军再入汉中去打刘比 那他就叫管路尖之卦先 管路和他尖之卦就说了 大王不要起兵 明年春天 他都必定有一场大火灾 曹操又见到管路 讲亲都凌的 信到十足了 故此就不敢轻举妄动 就留在叶郡住 只是命令曹操带兵五万 去协助夏侯渊和张俠 一起镇守东宣 又派夏侯敦带兵三万 在许都来往巡查境界以防不测 又任命长使王必 总督御林军马 司马尔对王必这个任命就不同意 他和曹操说了 王必为人忠意喝酒 性情又过于宽厚 怕担当不起这个职务啊 大王 曹操说了 王必跟着我披荆斩击 力尽艰难 他个人又忠诚又勤狠 心如铁石 他完全担当得起的 于是就不听司马尔的劝告 委任了王必率领御林军 住宅在许都的东华门外面 眨眼 又过了两年 即是到了建安二十三年的春天 当时在许都有两个官员 一个叫做耿己 一个叫做卫房 他两个人的交情就极深 他们见到曹操封了黄着之后 一出一入用的车 穿着服装 都是用皇帝的规格 他心是极之不睡 有一天 他们两个人秘密商量 曹操那个奸册越来越坏 看这个样子将来必定会谋朝篡位的 我们都是汉朝的臣子 怎么能跟他这些大奸大恶的人做事 委房就说 我有个心腹好友 姓金明依 是前朝的宰相 今日低的后代 他一直都想铲除曹操 但见他和王必是老友 如果得到他和我们一起行动 那么铲除曹操到十成功 委大人 他既然和王必是老友 就怎么肯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即管去找他谈一下 看看怎么样 好啊好啊 于是耿己和委房就一起去金医家 金医请他们进到后堂坐落 委房说 金大人 你和王长使交情那么好 我们两个突然有事相求 不敢不敢 请问两位大人 要我做什么事呢 我听说 魏王好快就要受蝉 登位做皇帝 那么金大人和王长使 必定高兴的了 希望金大人 不要忘记我们 提携带我们 那就感谢了 嘿嘿嘿 你们现在竟然忘了本 不想报效朝廷 反而要去辅助造反的人 我不愿跟你做朋友 耿己说 哎呀 天数是这样 不是这样做不行的 天又次来 金医真是发火了 耿己和委房试了下金医 见他果然是有忠义之心的 就说白他听 金大人啊金大人 请你不要生气 我们一心 是要铲除曹策 转成来求你的 刚才说的那些说话 不过是试下你的 哎呀 我的家庭 世世代代都是汉朝的神子 怎么会信同曹策啊 两位大人想挽救汉室 有何高见 委房说 老实说 我们虽然是有报国之心 但是还没有杀贼之计呀 金医想了想就说 我有个计划 我想雷应外合 杀了黄必 夺了他的兵拳 保护主上 同时 联合流黄缩到外园 这样一来 就可以消灭曹操奸贼 金大人这个计划好极啊 好极啊 金医又说 我还有两个心腹朋友 他们和曹操 是有杀负之仇的 现在在城外住 他们两个都可以做我们的帮手的 是谁 他们是两兄弟 乃是太医吉平的儿子 大那个叫做吉庙 第二那个叫做吉木 以前曹操为了董成衣带照的事 杀了他们父亲 当时他们两个逃跑到外地 僥借没有死 现在他们已经静静 赶了回来许都 若果找他们帮手 铲除奸财 没有恨不恨的 等几位房听说都极之高兴了 金医立即派人 偷偷地叫了吉庙吉木 两兄弟来 金医将决定讨伐曹操的事 讲给他两兄弟听 他两个又高兴又愤恨 都流着眼泪 发誓要杀了曹操 金医就说了 正月十五个晚 城里面照例张登结彩 兴河元宵的 耿大人 卫大人 你两位率领家丁 杀去黄必的兵营 一见到兵营里面起火 就分两路杀进去了 杀了黄必之后 就跟我进去皇宫 请皇上登上五奉楼 召集文武百官来 宣布土佛曹操奸财 吉世兄 你们在城外面杀进来 放火做讯号 要大声地叫 号召百姓消灭国策 截住城内的元军 等到皇上下了圣旨 等赵安定了之后 就向叶昏进兵攻打曹操 同时 我派使者带着圣旨去赵留皇宿 这个就是全部计划了 我们现在约定了 到期 晚上二间行动 各位无必谨慎 不像当年董城那样自取其和 于是五个人当天杀血八世 然后就各自回家 暗中准备人马戏械 等几位房两个呢 每人都有三四百名家庭的 吉世兄弟就借口打猎 也召集了三百多人 等日期一到就动手了 到了过年的时候 金医先去找皇必 和他说 当前 魏王威震天下 到处都比较太平 元宵佳节就到了 应该大放花灯 显示下四海升平景象 才是哦 皇必觉得他说得很对 就出告示通知全城的居民 要他们将灯结彩 尽情宽度佳节 到了正月十五个晚 天色情和 声乐教辉 三阶六市 竟放花灯 真是讲不尽这么热闹烦马了 当晚 皇必和御林军的一班将领 在军营里面举行宴会 饮到都不知多高兴 到了二间之后 忽然吵起上来 人们来报告说 军营后面起火了 皇必急急走出去望下 只见火光乱闪 又听见哭杀连天 嗯 知道有人作乱了 连望上马就跑出南门 刚刚撞见耿己 被耿己一剪射到肩膊 哎呀 痛到他几乎跌落马下 他忍着痛 定一定神 就跑去西门那边 但是后面有军队追紧来 皇必放起上来 就不骑马了 就这样步行 左转右转 走到来金衣的门口 砰砰声拼命打门 原来金衣 他一边使人在军营里面放火 一边又亲自带领家丁去助战 家里只留下妇女 当时家里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就估认金衣回来 金衣的老婆隔着门就问了 皇必那个家伙杀了没有 皇必听大惊 哇 原来金衣 你的衰臣 是这叛乱分子的同谋 真是被你卖了都不知道 立刻他离开金衣的家 马马递 扔他曹丘的住宅 向他报告 说金衣 耿给他们 一起谋反了 曹丘连忙 披挂上马 带着千几人 在城内 和金衣 他们一帮人打 当时城内 到处都烧着火 五凤流都烧着 吓到皇帝人 躲在皇宫最深的重来 曹丘的心腹人马 就死守着皇宫大门 这个时候 城内一没听见 那些人在那里叫 杀尽曹賊 还救看室 杀尽曹賊 还救看室 大家都记得 夏侯敦是奉了曹丘的将领 巡查警戒许刀 他就带领着三万名人马 在徐都城外 驱宅 当晚他远远望 到城内火throp 立即出动大军 动 stat 固地围住徐都 同时派一支军队 来到城 去接应曹丘 唯一丶混战到天houses 耿己卫访他们没有人援助 甚至还得到消息 说金医及时兄弟都牺牲了 耿己卫访见到大势已去 就杀开了路冲出城门准备逃跑 刚刚遇到夏侯敦大军围城 就被人捉住了 手下那百多人全部被杀 夏侯敦入城 够关火 派兵去将耿己这五个人的宗族全部逐起来 一边派人非捕曹操 跟着没多久 曹操有命令来到 要将耿己卫访两个 以及五家的老小宗族 拉去街市斩首 同时将在朝大小官员 全素押去业运 庆后处理 行刑那天 夏侯敦鸭耿己 卫访去街市 卫议大声地喊 曹操门 我在生的时候 杀你不到 我死了都要做个恶鬼来杀你 卫议手用刀来对他的口 流到整地都是血 还是大骂不绝 最后就死了 卫访用臉出来撞到腿 他说 可恨啊 可恨啊 死的时候 搞到牙都碎了 那五家的大小宗族 亦都在同一日处决了 当夏侯敦将朝上的大小官员 压到他业运的时候 曹操叫人在教场树起两面棋 一面红色一面白色 红旗是树在左边 白旗是树在右边 然后抓了那帮官员去到教场 对他们宣布说 等几位坊他们造反 放火焚烧许刀 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出来救火的 有些人是关门出来的 谁出过来救火的 就站在红旗下面 没救火的 就站在白旗下面 那帮官员的心想 咦 出去救火的 确实没罪的 于是大多数都站在红旗下面 只有小部分人 是站在白旗下面 好了 曹操一声订下 要将站在红旗下面的人 都续起来 那帮人都大声叫 我没罪的 曹操说 你当时的心想想的 不是救火 是想出来帮那些坏人 跟着曹操就命令 将这三百多个人 全部拉去 张河岸边斩首 至于站在白旗下面 那些官员 哈哈 个个都吸如赏似 叫他们回去去都 照舊做官 王必已经因为被箭射伤 医治无效死了 曹操又吩咐将他隆重安葬好 同时又任命曹操总督御林军马 中游做商国 华阴做御史大夫 又规定侯着六等十八级 关中侯着十七级 都是金印紫兽 古代的官呢 都是将官印配戴在身边的 那配印所穿的那条绳 就叫做瘦了 职位不同呢 瘦带的颜色也是不同的 又规定关内外侯十六级 银银银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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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是这样的 就重重地赏赐他 但是管路不肯接受 好了 那这些呢 就放下不讲他了 现在就讲一下曹雄 他带兵去到汉中 命令张俠 夏侯渊 分别巨手险要的地方 自己就进兵去打了 当时张飞 带着雷同一起镇守巴西 马超就带领人马来到下面 他叫吴兰做先锋 但是一支部队在前面侦察 那天吴兰就和曹雄的兵马相遇 吴兰是想后退的 但是他的牙张任葵就说了 敌兵刚刚到 如果我军不先挫下他的锈器 我们怎么好意识回去见马将军啊 一讲远就中马挺枪向曹雄挑战 曹雄提刀约马上前迎战 不到三个回合就斩死了任葵 趁西就掩杀过去 吴兰就大败一场赚回到马超 马超责避他话 你没有我的命令 为什么这么轻敌出去打 搞到惨败回来呢 马将军 这些家人任葵不听我的说话 所以造成这次失败 我们不要出战了 紧手喊口 马超又立即派人去成都报告 听后进一步的命令 曹雄见到马超连气 这么多人都没来出战 就怕他有什么阴谋诡计 就带兵退回南井 张俠走来见曹雄说 将军既然斩了一名席将 为什么反而退兵 我见马超不肯出战 怕他有什么诡计 而且我在业份听神福管路讲过 说我们会在这处损失一员大将 我总是想着他这句话 故此我就不敢轻易进兵 哈哈哈哈 曹将军 你行兵打仗半世人了 为什么现在信起尖挂先生的说话 搞他没了信心呢 我张俠虽然没什么本事 请将军准许我率领本部兵马 去处取巴西 一得到巴西 属军就容易打了 巴西是张飞在这把手 张飞并非等闲之辈 不能够轻敌 哈哈 人人都怕张飞 在我张俠眼内 直接当他小孩那样 我这次去一定要生禽他 张将军 如果有差错又怎样呢 我甘当军令 曹雄于是叫张俠立了军令长 就同意他进兵去攻打巴西 一万五千人留在那里搜债 一万五千人就跟他去打巴西 张俠你头一出兵 那边早就有探马去报告张飞 说张俠带兵来打巴西了 张飞立即找雷同来商量 雷同说 朗中得带地岳山险 移于埋伏兵马 张将军 你带兵去迎敌 我又出骑兵来助展 杀足到张俠的 朗中得地方名 是巴西郡的首府 位于今天四川省北部 嘉宁江的中友 张飞同意 扑了五千兵给雷同 叫他去埋伏 张飞自己 带着一万人马 离开朗中出去迎击曹军 走了三十里左右 就遇到张俠的军队来了 双方立即摆开阵席 张飞出马和张俠 大战二十几个回合 忽然间张俠的后军 吵起上来 为什么事呢 原来那帮人 看见后山有熟兵的旗次 就惊起上来 张俠见到军心已经慌乱了 所以就不敢打下去 拨转马就走 张飞一点都不用客气 你走我就追 在后面掩杀过去 张俠走了一阵 又撞着雷同 突然在前面带兵杀出来截主 两头夹攻打到张俠大败 张飞雷同马不停看 流夜地追击 一直追追追追到档渠山 张俠回到老巢 别了这人 他依旧分兵手硬三个寨 准备剩多多的雷木炮石 一于坚守不出来打 张飞的人马就在离开档渠寨十里远的地方安好营 第二天就带兵去挑战 张俠也很够道行的 他特意在山上大吹大雷喝酒 不下山 张飞就叫那些士兵猛咬 张俠画的耳朵上墙 当年没来 总之就不下山 张飞没了符笔 唯有收兵回营 第二天 雷同又来山下搂打 张俠依然不出来 雷同忍住 就指挥兵士冲上去 谁知山上 变变奔奔 把雷木炮石打下来 雷同急忙退回来 当石蒙头两个寨兵 突然杀出来 打到雷同大败 第二天 轮到张飞又去挑战 张俠又是不出来 张飞就叫兵出出来这么骂 骂到有这么骂 张俠又回敬回头 你骂他又骂 张飞真的拗穿头皮 也想不到计 就是这样 相辞了五十几天 后来 张飞在山前面 扎落营寨 天天喝酒 喝到醉纷纷坐在山前浴马 有一天 刘比就派了人来 慰文军队 哇 看到张飞张三爷 终之无日拼命喝酒 所以一回去就报告刘比 刘比就吓了一跳 连忙去告诉孔明 孔明听了就说了 原来这样 在前线恐怕没有好酒 成都的好酒就极多了 我们将五十情酒分三车桩 立刻送去前线给张将军喝 哎呀呀军师呀军师呀军师呀 我三弟一向都容易喝酒 可能by了 就好好地 Ja 军师呀军师呀军师 ruthless 还要送去给他喝 那 HOW »你少于和匍德做了 008 wasteland 也从来刚强粗鲁 但是这样 前那阵攻取西村的时候 他能够意识严眼 这些就并非只是一身牛力 没到头脑的勇夫所为了 现在他和张合相似五十几日 每日喝醉酒 就坐在山前肉马 旁若无人 亦得这样并非探杯 这个是他打败张合的计策 虽然是这样 也不能够过分自信 而骄傲自大 满不在乎 我们还是派魏妍去协助他 于是孔明就命令魏妍 压运走去前线 送给张飞 车上面插着黄旗 写着前线功用美酒 送到去了 嘿呀 张飞高兴啊 他就吩咐魏妍 雷统各大一支人马 作为左翼右翼 一看见升起红旗就进兵 然后将那些酒一程一程的摆在帐篷前面 叫那些军事大张旗鼓痛饮 张合得到间接的报告 说张飞如此如此 就亲自上去山顶看是不是真的 果然看到张飞坐在帐篷外面喝酒 还叫了两个小鸟 在他面前摔膠 让他看来开心 哇 张飞你欺人太实了 真是 什么都激出火了 张合生起来 立即传令 今晚就下山去偷襲张飞的刑宅 哎